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邵康大师第一次来到这里 小孩大人不但不念佛 而且也不知道恭敬出家人 后来为了广化有缘众生 邵康大师想了一个办法 小六子 那个人又来了 他手上拿的是什么 是钱币啊 小六子 我想吃那个糖葫芦 这时候 邵康大师走到他们面前 微笑着对他们说 如果有谁会念一声阿弥陀佛 我就给他一文钱 一文钱啊 小六子 我好想吃糖葫芦 我会念阿弥陀佛 于是邵康大师就照起初的约定 将其来的钱送给了会念佛的小朋友 后来会念佛的小朋友越来越多 邵康大师就又想了一个办法 从现在起啊 要念十声阿弥陀佛才有一文钱呢 啊 十声 好啊 十声就十声嘛 要念十声 要念 好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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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一年 住在心病的人 不论男女老少 人人都会念佛了 现在大家才晓得 这才是真的金银财宝 不久 邵康大师就在乌龙山建立道场 带领大众念佛共修 你看到没有 师父口中有佛像 真是奇妙啊 这念佛口中会出佛 每当邵康大师念佛的时候 很多人都看到他的口中涌出了一尊尊的佛来 念一声 有一尊佛 念十声 有十尊佛 佛像如同念珠那样串联在一起 非常庄严光明 邵康大师不但用善巧方便度化心定的人学佛 而且还以自己念佛的光明来增进大家的信心 大师在真元二十一年十月 身上放了一光树道 而后念佛寂然耳逝 世人尊奉为联宗五祖